老师好像我腿用不上力 那你先放在进场各位用不上力 因为我用不上力 只有当我腿你看我翘起来的时候 然后呢才要用很多手的力 然后我的腿放下来 我的脚放在地面上 总之是前后比较容易 所以手势可以完全不用力的 这个就是为了让你 那你如果用不上力 你感觉下你腿力量的传输 你脚后跟一压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力走过你的膝盖窝 这个力是从后起 它不走膝盖 它走过膝盖窝 这个力的传输可能你要念几次 可是这个很重要 那平时我们走路啊什么的 其实你的力要通过膝盖窝来传输 为什么它是一个窝 因为它这里可以 就是如果是膝盖传输的话 你就肯定会 膝盖是坚硬的东西 是一个是一个就是是有点像是一个悬崖的那个 这样子一个陡峭的一个东西 它就会伤 但是你走膝盖窝 它为什么是一个窝 窝的话 它就是会让你的力就是顺利的 很温柔的过渡的这样子一个程度 但是如果你有过重的力的话 在膝盖窝的那个地方 就像是一个山窝 山的窝窝处 你风都吹不过去 你风在那里就柔和了 所以呢如果你力踩的太大了 它就会在这里把力变得合适 然后再往上传 这是膝盖窝的作用 那平时我们走路 然后只要用腿用力 然后跑步做什么弹跳 如果参加过奥林匹克的话 教练会教的 他们是这样子传输的 你看他们这么跑跳 早就应该伤得不行了 但是人家没有太受伤 除了特别均力超过人体的极限之外 没有太受伤 所以人家力的传输不一样 那我们普通人学习的话 就会保护我们的膝盖 把力后移 从膝盖窝来传 从脚跟起去感觉一下 不要 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过 是不是习惯性的 什么力度是把它弄在膝盖那块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年轻的人 膝盖就坏掉 最好是现在太着急了 还有呢就像我老师讲的 人呢他做很多事情是无意识性 你稍微加点觉知 加点意思 你就知道这样不对 这样不舒服 你通过膝盖窝来传达 这根力传上来 你是很舒服的 而且那个力到你那里是刚刚好 你需要用的那根力 不多不少 先力前后 没关系 先通过这样子的一种力学结构 把我们的力给传输上来 其实是不容易的 血泥更要血 血泥你多用就是下肢腿部的力 你肩膀就没肩膀什么事了 你肩膀则是很放松的力在那里 然后呢你慢慢的 这是你肩膀最终放松的一个目的 只要是 包括你打字 你都可以中腿部力的 从膝盖窝你坐着的时候 从膝盖窝力往上传 这也是为什么我总结这么多 我要教这样子的一个姿势 整个在老立法没有这样一个姿势 就是你整个力往上传 你传到其实我们的力从膝盖窝是传到臀部的 那你继续往上走 走到背部上背部 那你的肩膀 你的手臂是不用用力 是很放松的 就没你上肢什么事 只要它不用力 就是当你放松 躺下的时候不用力的时候 你的肩膀肯定是放松的 是用力的时候 它就开始紧张 那你就有一段时间 就用下肢的力 让上肢不要用力 让它自然的足够放松 以后呢它就知道怎么放松了 因为肩膀就像是有些人一样的 它擅长焦虑和紧张 什么事情都紧张了 大事小事都紧张 所以呢 它只要遇到事就紧张 它不遇到事还好 可是人生哪有不遇到事 那每天我们要做会这么多的日常活动 哪有不用到手的程度 就是你一用到手 肩膀就紧张 就有点像你去想一个人 小事大事 一遇到它就焦虑就紧张 就是形成这种惯性了 那你就打破一种惯性 你真的就前期就用 就有点像是请个助理一样的 你就用下肢的力 然后呢 就不让它有事 不让它用到你 下肢的力 雪凌你仔细去感觉 你是可以传输的 你伸着手 你都可以用下肢的力 你肩膀是可以很放松的 就在让你太平 做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用下肢的力 你就把力传上来 让手臂是很放松的 是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是 从小我们没有习惯这么去用力 造物质把我们造的腿比手出 除了用了走路之外 因为前期我们是爬的 我们不走路的 那时候我们的腿也比手出 是有原因的 只是现代人的话 我们用腿不多 用的那个腿啊 肌肉都是那种 贪软状态 有没有觉得 杰尼 都是贪软状态 然后用手臂特别多 那个肩膀非常紧张 我们应该是用腿的力要更多的 因为腿不管 从之前到现在 它都是比我们手臂要出一倍的 而且它的整个肌肉结构 也是更能用力的 我们手臂上的肌肉是很细小的 包括后背肩膀都是很细小的 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听懂这种 造物主的语言呢 好 所以选拟你也是要学 趁着我们坐下来 你就要学 把那个力传输上来 你的整一个上肢 一开始是腹部 腹部 然后呢 整一个肩膀 全部要用上 腿的力 到时候你的手 可能就有10%到20% 就很轻松了 就像我们倒力一样的 到头 一开始头有8% 后面面降到头 只用了5%的力 后面甚至头都不用力 只是在支撑在那里 找一个平衡而已 这样子就很舒服 倒力能倒很久的人 都是用的是 整个身体 传输上来的力 要用头在那里撑着 早就不行了 所以你看我倒力下来 其实我是不面红的 很多人刚硬立上去 都面红而赐的 整个中学不正常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 你说坐着练的什么好处 我是出去练什么 坐着练的 它有点像 它比躺着呢 就没有 躺着更明显 它是让我们盘地基 不要承受那么大的重量 因为你一站起来 就是重力 你看整一个泪在往下降 当你坐起来的时候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感觉我们平时 我们坐的时间太多了 你坐姿正不正确 坐姿不正确 你看你这里就沉沉的肉 你坐姿一正确 挺拔起来了 稍微有点腹肌的力 你这里 其实我的学生没有哪个可以这样子重启来的 最主要的是减少盆底基 因为我们用脑力法需要用到盆底基的收缩 需要收缩会因嘛 那坐着的话就是要减少这样子一个 就是内脏 它至少说真的有个很好的支撑 你站起来就往下掉 还有呢 坐着我们有其他的 我尽量是想选择那种就餐椅凳 像雪宁的话 我希望你练试 你把手不要放前面 你把手用这个餐椅的这种桌凳也好 因为现在我也发现你 你用不了腿的力 用不了腿的力没关系 你把手放到后边 就是有点像 通常你喜欢 你耸肩 肩才会紧张 你就有点像是那种 礼仪客一样的 把这个肩膀 你这里刚好撑在肩膀这里 找一个这样子的凳子 撑到肩膀这里 你把这个肩膀拉开了 放松了 你能用上多少力 就用多少力 因为你已经会推了 你就知道你的腹部 已经知道怎么样用力了 你就用手抓住这个桌椅 然后把肩膀先打开 就打开后面 它有一个架子 这里你看 它就固定在这里了 然后你用多少力 就用多少力 你的肩膀就保存 它是放松的状态 肩膀有个特性 只要它后面有个支撑物的时候 它就会更放松 是它悬空了之后 它就终于紧张了 这样子就是紧张的 这样子就是放松的 你看舒展和紧张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最主要是要改变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习惯 就是你就 无论哪里需要用力 你都是肩膀先用力 容易紧张 而你的肩膀没有太多力 现在就把它就是 趁我们练习 就是把那个整一个力 放在腿 让腿用力 所以你的凳子 今天是太高暖 你一定要凳子合适 要求你一开始 那最好的传出方式 你看我们的所有桌椅 为什么是90度角 你就是刚好作品 你的 将你的脚后跟踩到地面的时候 你的膝盖刚好跟这个桌椅是90度角 你看我现在就90度角 这样子就很好用力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桌子 凳子标准的方式 都是设计的90度 这个力学 你早就研究过了 我们只要用就行 拿个折叠椅就行 折叠椅最方便 对对对 折叠椅就是那样子的一种标准 找一下 那家里面的这些椅子用得上的有多的 而且我这个椅子是很旧的了 这个椅子40多年了 所以买椅子买木头的也是有好处 它管得比较久 而且家里面坐椅子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脚踏实地嘛 我们确实是脚要踏到地面的 你看为什么我老师不管去耶鲁啊 去哪里 他都去演讲 包括去那个 那个多个去演讲 他都自己搬了那张椅子 那张椅子不容易啊 那张椅子是一直跟着他走的 是因为刚好那张椅子 他就是一只脚嘛 就是他的左腿 他盘到 就是顶住我们的海底轮的时候 他的另外一只脚 你会发现 他平平的 他的脚后跟是可以踩到地面的 从能量学的这种程度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也要跟地面接触的 你不能离开这个大的能量场 要不你就悬空了 就特别消耗你的能量 我老师这么做呢 他是不想 就是因为他每天演讲很多 把自己的能量在一个地方消失殆尽 那他在下个地方就会没有精力 他的精力是靠这一个 整个能量场的这种循环 所以你看他年纪这么大 这么有精力 是人家一直就有在注意的 我们平时不太注意 所以至少有一只脚 是要踩到地面的 那这一次我们练习了 你把这两只脚踩到地面 但是我们照样是已知的 这样子的话 你的盆底也没有那么辛苦 当然比躺下 他要辛苦一点 时钟我们是坐起来了 躺下的话就是盆底 就是不用你很舒服 甚至你把腿踩在墙壁上 躺着到的那个姿势 念一个 大家多念 因为本来我说是周一把他关掉的 周一我没有关掉 现在呢我告诉你是谁跟大家一起学 他还要翻译 是那个脸书嘛 脸书小杂他的妻子 他其实生了三个孩子 我说我现在不教英文了 我没去研究这一块 但是这个通过程度 你是可以翻译成英文的 他不是华语 大家别弄错 他是越南语 他会讲越南话 他在学 所以我说到你学会之前 我会把这个打开 你就学这一个 所以大家我躺下的那个 特别是多儿事我要提醒你 我躺下的那个 就是那个本来是在我 会员课程里 你现在就多学 现在会是开放状态 因为我只把那个链接发给了小杂他老婆 我那天 那天看到医生他 他让我去做那个就是 物理理疗 所以可能我 对 对对对 你也可以去做 你也可以去做 后面感觉也不一样 也差不多的 你看我后面的那个后面他的 我有个学生现在 今天本来他要来的 他在大陆嘛 进不来 然后呢 他是指飞师秘的 他专门做师秘一块的 他是研究中医的 他开始是中医的 尼尿会所 现在他总会把其他那些都平掉 他用脑力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就是特别是女性子宫保养的这一块 你也可以去做 但是呢 期待不要特别高 因为在他之后我就会发现 也原来中医讲明白了 也是这样子 但是你也要配合 那一个但是 对 我觉得还是 就是我觉得还是自己 我觉得还是自己做 我觉得还是自己锻炼嘛 就是自己坚持 不是 那个是被动的 那个是别人帮你做 你会舒缓很多 你躺下就行了 但是呢 这一个是你自己主动要收缩的 就是有的人选 愿意选择被动的方式 也是有其他的方式的 也没关系 他肯定也有一定作用的 但是最终 最终你还是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去改变 他做了 可能让你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因为中医的话 就像姨姨都说了 中医他解决 如果把一个事情分成五层来解决的话 中医解决第一层和第二层 脑力法解决第三层和第四层 就是 但是他就会比较辛苦 脑力法是比较乱 好 因为我们做的那些是 因为我们要 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们平时就是做了很多 所以我们要习惯性的做着 然后你把它自动知道怎么样去运作 老师我会把腰靠在那个椅背上 OK的 你必须靠 你的腰没有力 你必须靠 对 你整一个拉动的厉害的时候 整一个 单靠盆底机 说说如果盆底机已经松了 是相当不容易掌握的 你就用腹子机把它提起来 这个就是长在一起的 然后呢 他就把它提起来 把它拽起来 就有点像是下面 这个姐妹 他就有点懒动 你用比较勤奋的那个 来运动起来 把它给拽起来 这种力量是更大的 效果也很明显 所以为什么他是开了十几年的 中医的就是 专门他叫子飞公牌 就是帮助子公牌读 还有湿蜜这一块的 他以前用的是手法和精油和中医的一些针灸什么的 现在他就想全部改为老命 他的logo都变了 是很多人面对不到位 他没有感觉这个好处 这是为什么我支开 我一开始是教冥想的 大家一进来就知道 我一开始 我的主公是冥想 我的老师是煞咕噜 他是主公明晓的 大家都知道 那后面为什么会转为老力法 就是当你念到一个程度 知道它的好处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他东西就是 没有办法触及的地方 它能触及 其他东西达不到的时候 它效果很好 你就比较专注这个东西了 我玩的东西很多 我是不太容易专注的人 我选择脑内的时候 那时候 他没有我冥想那么厉害 我家冥想很多年了 我有很多冥想的学生 然后呢 也没有玩到你那么酷 但是呢 我就觉得 这个效果是这么挺好 而且很持久 而且只有这一个触及到内脏了 而内脏又是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 我机场有点不快乐嘛 然后呢 内脏分泌95%的血迁数 就是帮助你睡眠和幸福的一个技术 大脑只有5%的分泌率 所以你这一个 我就觉得我要主攻内脏 真的是我觉得对自己很有好处 提起来 多而是你最大的目的是 就是提起来 提起来 对 所以我就想 在这一季度 我就就到那边去点 就回来在下面 再回来在这边 那你说 你说那个什么 就是你说那边那个物理资料 没有太大的效果 还是怎么样 还是就是说 那老板怎么 就看你自己喜欢 物理资料 如果是收缩 脂肪 收缩 会因这一块 不会有太大效果 因为你收缩 你就要自己进行收缩 你要把这个肌肉锻炼来强壮 物理资料 它可以用肌肉 手法 仪器都好 但是它只是对你血味一个刺激 哪怕针灸 当时刺激的时候 那个肌肉一点收缩 不刺激的时候 它又是原样的 而且还有就是你长期把它刺激 靠外逆刺激久了 一个外逆 一个泪逆不一样 外逆刺激久 就说那我自己练习 应该怎么练习吗 就像我们说的 就提起来或收缩 自己收缩 对 你就练前后就行 你就要完全的提 因为你到现在一直没有提起来 你就提和收 提和收 就我躺下 提起来收 就可以了 对 你躺下念 你整一个躺下念 提起来收缩 提起来 就是你躺下 把它给收起来 然后把负质机推出去 你甚至都不需要 如果只练 女性这一块 生殖系统 你都不需要左右推 左右这一推 是刺激我们的 两边的肾脏之类的 你都不需要 你就前后推 但是你的幅度 真的是要这么大 嗯 你就要这么大 你就整个提起来 你练个两三个月 你就反觉 完全不松 因为你最终 是要把这个肌肉 变厚变结实 变发达 不要用歪逆 我的本人意见 我不反对中医 可是我不在意 就是什么都用歪逆 刺激它 你刺激那下是有用的 它不是没用 可是你不刺激了之后 可能更没有 就是因为你就用了 那种大的针啊 什么去刺激它 那你或者手指啊 手法去刺激它 当你平时 不刺激它的时候 它需要更大的 一个肌肉受刺激之后 就要更大的刺激 它才会收紧了 我不认为 就是他们有的说 做这些理疗 做得不好 会越来越松 我不认为是 做得不好 越来越松 只是它受了一个 外力很大的刺激 之后你不也有 更大的刺激的话 它就会没有感觉 对 老师其实这么说好了 应该是说 物理的治疗 它是一个被动式的理疗 然后我们自己选择 自己的运动 跟练习的话 是一种自我 主动的理疗 他跟我们大老神经 会建立一个连接 后面呢 他就变聪明 变智慧 如果你老用外面 刺激他的话 他就会变得迟钝 却此而已 你就会变得迟钝 你老受外面的刺激 刺激不够大 你就真的觉得不够刺激 就说个 就是也是一个真实的 就当个笑话听嘛 我曾经有个学生 他因为他刚过来 他为了拿到签证 他嫁给的是一个黑人 那黑人也很年轻 他们又很年轻就结婚 他就很幸福 后面呢 他因为生活习惯不好 他离婚了 拿到绿卡之后离婚了 然后呢 他的先生其实很帅 是一个白人 他就老觉得不够幸福 就是曾经 其实不是因为 他现在先生不行 其实是因为 他曾经受的刺激 太大了 那他之后的话 这种浅的刺激 他就觉得 没有什么感觉了 其实这就跟综艺一样的 他帮你 他不是他不好 是因为 你之后要受更大的刺激 你要做更厉害的领导 就是领导之 你就要换得更好 更好 更好才行 如果你看到自己主动 他建立的一种连接 身体很智慧 他能找到自己 最适合的方式 他找到这种方式 他自己去运作就行 这也是为什么 以他念到反正现在 他不怎么需要念呢 他开车呀 他坐久了呀 他打坐啊 什么的 他的肚子会自动的动 他知道动到什么 他不需要用外力 但是首先你要量到 不用外力 他能动的程度 那就是你给到 他这一个权力和工具了 那之后他爱怎么动 你怎么动 你不用管他 身体最智慧 他最知道 你甚至都觉得没有道理 因为有时候 我都吃得很饱的时候 他很想动 我都觉得没有道理 但是我也不理他 也没什么坏处 所以我还是觉得 花点精力 一定要是把自己 从内开始建立好 外在的东西可以用 但是呢 常用的话 你就要更大的 你就要用得更好了 更大的刺激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学生 为什么他中医理疗会 说做了 一开始做的还蛮开心的 做了十几年 积累了这么多老客户的情况下 他做的这么累 现在认识老力法 他赚会了嘛 他三个星期就赚会 然后呢 他就觉得 全部改为老力法 不要用那么多精油刺激 不要那么累 有的时候一开始 滴几滴精油 感觉别人就会有反应 就是用普通的 就是力度的手法 就他没有手法 但是后面就发现 要扎针灸 然后呢 要有很多的精油 他成本就会很高啊 然后呢 别人才会有同样的 就是收缩 排子宫的这些反应 肯定是哪天在做脑 就是学生自己练了 不是说他 就等于说 他也教学生做脑 这些意思吧 对 他现在就让学生自己练 我说你自己想好 你的学生都喜欢被动了 你现在突然他主动 可能也是很大的一个转弯 也不容易 因为别人都 一来到你会所 就是躺下 得爱干嘛 干嘛 我睡一觉的感觉 现在一来到你会所 站起来 我们练起来 我说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 但是绝对是对学生 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但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想 而且我告诉一下 但是他是用的民币啊 我告诉一下 我都可以在这里发一下 他是怎样的价格 他现在是四用价 八千九百九十九 其实就是朗尼法 但是他名字很好听 叫纸飞公牌 他会帮你子宫 然后卵巢 然后呢 台独收紧 就是收紧松弛下垂 其实就是朗尼法 他的东西就是朗尼法 而且他自己还没 我说你现在自己 先省得点来 我现在不教中国那边 到时尚太辛苦 你自己还没出事 你是练会了 可是这个怎么教 也是要摸索很久的 我也是在两三年 一直要摸索很久的 但是他又直 他这个就直 他别人也会觉得很直的 但是他那边不会告诉你 就是他后面也给你写的 他用的是朗尼法的 那个朗尼法仪加 然后加一些其他什么东西 但是主要就是让你来 现在就是来念朗尼法 但是之前他公牌的时候 说一万多 就是更贵 因为这一块 是让中国女性很需要 很多这样的问题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不多 他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他用的是 真的是玫瑰纯金油 是解决的这个问题值钱 其他东西不值钱 所以以后呢 就是多一次 来不来念都没问题 就是你要自己躺着念 你最终 你兜兜转转一圈过来 人家开了十几年 终于会所的都这样的 你兜兜转转一会 你还是要靠自己内在去解决 你还是要找到自己内在的觉知 你这一个心省不了 他也不能省 你最终兜兜转转 还是要从自己的内在去改变 没有别的办法 对对对 我也这么认为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把那个 就是说 自己的内力练起来 知道吗 对啊 你就是自己内力练起来 以后你做跑跳 你去做距离运动 你的盆地基的 他就够结实 够紧实 他就能把你整一个重力给 就是他能抬得起来 因为你看 我们这样一跳 内脏是一直重力 是往下走的 它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力 你就要盆地结构强壮 它像一些负质机 然后把它给 就是这个力给对冲掉 就没有事情 是对冲不了 它才往下走 如果两个力 一开始我们一跳 就有两个力 一对冲了 啥事不会发生 你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吗 我觉得 来得及 我就感觉你到现在 你只念了这么久 你到现在每次 其实说句实在话 实话有点伤人的 你一直就心思 在上课的时候 很多声音都不在课程上 监力很认真的 他上课的时候 他就不想别的 一夜是上课的时候 就不想别的 所以他会经常跟我争吵 是因为他真的用心 可是呢 多人是你上课的时候 我老觉得你的 你的人在这里 你的心在哪里 能够感觉得到的 我心在这儿了 但你找到最用力的方式 你首先就是收 你一定要收到两个拳头 收 你看本来是这样子的 谁都有点小肚子 收 收 当节课讲的 收到一个 半到两个拳头 你躺下来更是要两个拳头 就是一定要到这种程度 每个人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内脏 他需要挤压一下 首先挤压的话 就是把里面的 废气废水排一排 有时候你一挤压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那个气 噗噗噗噗就出去了 或者你听到里面的水在响 你一定要把里面的 废水废气排一排 你要把旧的东西走了 新的东西才能进来 像这段时间 我在收拾必一样的 我要把那些没有太多金量价值的 不值钱的 就当金子卖掉了 然后呢 真正有价值的 我才有地方放 你看 就是我们本来 每个坏在空间都是这样子 那你想想我们内在空间 我们的内在就那么一块地 你要平时废物多了之后的话 它本来主要的这些东西 放哪里 就有点像是 我先生他老是喜欢堆一些东西 本来呢 我有专 本来你先 你先看我现在这样收对吗 就是说 你看 你看一下我们收不理 你老在那说 说的好像就跟那个 说的太多 好好好 你随时可以打断我 我看到你推的话 幅度还是挺大的 可是你的衣服这样子 我看不到你收 你收的时候 你的衣服是没有变化的 你就往上就行 你也不用拖 你就往上就行 往上 我坐近一点 我看 我一动一动 好 你看一下我这个 我坐很近的 我要抬起来说吧 还是 你不需要抬起来 你不需要抬起来 你要收进来 不要推 不要推 多少事 你就是 你就是这样子 你就这样子 在用气在推 但是你就要收 又到最后一分钟 雪凌那边的光线不好 下一次雪凌弄的光线好一点 对吗 这样对吗 你的推 好 你收 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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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没收到 再收 再收 不要着急推 收 收着你毕业三秒钟 再推 下节课 大家所有都找一个 你的脚后 能够踩到地面的地址 踩到地面的一个凳子 我需要 最好是有靠背的 我下一个 我们下一个节课 我们最后一节课了 凳子上面 收的不够 你还能收一倍 还收 还收 不着急推 你太着急推了